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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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调读员说 他们已经接到了总调读师的命令 再过二十分钟就可以发车了 来 所长 你们啥时候是走 师傅 我不是什么手掌 那边的绿灯 是给我们的信号吧 对 就那九谷道的灯已经好了 那你们慢走啊 解放就搜索啊 好 谢谢啊 走 九谷道的灯已经好了 可以发车了啊 走 喂 黑手 钱我已经付了啊 这九号的帽子怎么还是绿色的呢 我跟你说 我不喜欢绿帽子 我要红色的 赶紧给我换 幸福老板 口气不要太大 你这媳妇都没长得 谁给你戴绿帽子去 不就是咱要点红帽子 三分钟能搞定的事了 伤了和气干吗呀 赶紧过来吧 转 九谷道改墙通灯 好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不便 改多了会影响 其他正常绿色的运行 只要把军列 来到站立就行了 明白 那我们控制他们 多长时间 到明天早上 八点四十自动解除就行了 好 这是我了 少得了你的吗 怎么样 打进去了吗 特别好使 这个故障设置 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 还不会影响到他的指挥中心 其他车辆都正常运行 你好 你好 焦道员同志 怎么回事 怎么又不走了 这是总登做事的命令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再等一等吧 可能是先动上的问题 那等到什么时候 估计到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 怎么又停了 徐政伟的车停在路边 有什么情况 右路炮台绕行神道 目前路上一些正常 中路部队在前面休息下游 好 看来还是铁路收送安全可靠 早知道这样 全走铁路 铁路方面也出现了小问题 什么 铁路上也出问题了 军代表没鞋铁好 不是 是铁路方面技术问题 严谱旅长打电话过来说 是信号灯出了问题 铁路部门正在排查 故障在没有排查出来之前 是不能放心的 正伟 不会又是韩鹏他们搞的鬼吧 可能性不大 这次军运铁路部门十分重视 沿途 桥梁隧道都加强了警戒 蓝军想动我们钢铁运出线 没那么容易 他们还在查呢 我也查出来了 要是查嘛 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他们现在是在排查系统 然后是软件 最后才是硬件和线路 老板 老板 算计如何 都搞定了 老板 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正在一步一步地排查 我们设置的是 到明天早上自动解除 行 要他慢慢查吧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 不困啊老板 你不困 多浩浩 老板 你不觉得我演什么像什么 行了 就别挺着了 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咱后边还有大声音 走吧 好 收到 九零九旅的三路开进 让蓝军东一郎头西一锤的 非对称战法这么一闹腾 整整在路上耽误了两天 韩鹏知道 仅靠现有这几招 想完全阻止红军挺进 是不可能的 参谋长郝建国提出一个 新的方案 在安西江渡口 组织一次 有一定规模的阻击战 趁红军炮团渡江之际 封锁安西江面 或将其阻挡在安西江南岸 以期再拖延一至两天 目前 红军与我方几天的较量中 突破了我方设置的 以信息战 心理战 技术战 为主要攻击力量所构筑的防线 三路纵队已向前推进八百到八百五十公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红军在与我方的交战过程当中 已经逐步掌握了我们的心理战 还有信息战 并且加强了反制措施 我们也要有所改变 周三萌 说说你的构想 根据目前红军挺进速度 最多两天三路部队 至少两路可到了廊山基地 而与我正面交战 开战之初是九阴九旅 箭直中剩下最后一个炮团 经过我们了解的情况 这个炮团将在演习结束后撤边 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惨战 据说炮团的官兵情绪高涨 战斗精神顽强 对我们的威胁极大 我方有必要在安西江渡口一线 针对骑游路组织一场阻击作战 等红军第一批装备装船开始航渡时 我炮兵首先集中火力 对轮渡发起攻击 击沉骑渡轮一到两条 而后炮火延伸对南岸红军装备 油料车辆和码头 实施覆盖性炮击 摧毁码头 我不兵占领僵梁后 用重击轻击枪和火箭弹等轻武器 组成密集火力网封锁江面 压制红军特种兵冲锋舟射水强盗 我们山豹旅从组建以来 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 硬碰硬的士兵对抗 这回算是真亮相了 对 我们要好好打赢这场仗 总不能让别人说我们 是偷鸡窝狗的吧 金融无人机和卫星 发来的侦察情报分析 蓝军一支炮兵部队 已分散成多路 向安息江渡口一线开进 蓝军的一个机部营 也在向安息渡口悄悄运动 这一迹象表明 蓝军正在调集兵力 企图凭借安息江开阔江面 在安息渡一带 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北上 机会